哈喽大家好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在海面上 当然我们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被海市给淹没了 要是我们运气好 刚好在爬山 而且还是在山顶上面 所以海水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大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不是待在这个小木筏上了 只怕已经凉凉了 但是我们现在出了一个小木筏 啥也没有 这样下去可不行 会饿死的 海下面有鱼 我们下去看看能不能抓到几条吧 必须得弄一些食物储存着 等到饿了以后再吃 抓到了两条 我们赶紧上去吧 还好上来的坏 水掉了半滴血 靠半滴血换两条鱼还是飞上转的 没有办法 毕竟我们现在缺乏物资 任何东西都得珍惜才行 我们该去别的地方了 你别站在我的前面 躲下去 他真的潜下去了 已经看不到他人影了 应该不会出事吧 下去找一找 完了 真的看不到人影了 没有办法 我已经没有氧气了 还是快点上去吧 还掉了两滴血 太亏了 既然找不到他人就算了 谁叫他自己潜下去的 这可不怪我 只怕已经被淹死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我也已经去找过了 我们离他这里吧 我需要去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小岛什么的 要不然没有陆地的话 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海面实在是太大了 完全没有方向 也没有参照物 就作为判断 说不定我们滑着滑着 又回又回到原地了 毕竟我的右手比左手的力气大 所以右边滑得更加远一些 都已经滑了非常久了 好累啊 什么情况 前面好像有一个人 啊 为什么是你啊 这是什么情况 他又潜下去了 不对劲 海底好像有情况 难道下面有被淹没的村子 那说不定村子里有物资啊 好深啊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呢 说不定会有危险的 不管了 为了物资 我们下去吧 过去 怎么一下来 就碰到了僵尸啊 太吓人了 把这些僵尸 给推开一些吧 行了 我们下去吧 还没有到海底 就捡到了一些东西 运气真的很不错 过去 这下面的僵尸还真是毒啊 看看有没有箱子吧 看到了 把里面的东西都捡起来吧 哦 忘记没有氧气了 撕一下好了 身上的东西都掉了 我们赶紧下去捡回来吧 要不然就真的是 赔了夫人又蛇兵了 刚下来没一会儿 又没有氧气了 这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潜水找东西啊 你怎么还在这钓鱼啊 咱们赶紧下去捡东西吧 僵尸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僵尸应该都是这个海盗 那个村子里的人 但是突然被海水淹没了 导致大家都被淹死了 所以才变成了僵尸 还真是可怜啊 我发现了一个办法 只要我们待在有气泡的地方 就可以吸到氧气的 这个废弃的房子 怎么没有一点好东西啊 没有氧气了 赶紧去吸一点 什么鬼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僵尸啊 我就是吸个氧气啊大哥 还在追我 实在是太暴力了吧 一眼看过去 这里最少有八个僵尸 我需要氧气 哦 还是被干掉了 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又回来了 这次 我们去好一点的建筑里看看啊 这里被堵住了 进不去 还是去其他的地方吧 哇哦 海里漂浮着很多东西啊 好像不一定要去建筑里找 也可以弄到 哦 小鸡人呢 他不是在钓鱼吗 难道他也去下面找物资了吗 我们下去看看吧 哦 小鸡在挖洞 我们跟下去看看吧 这下面有氧气 那就不用怕了 咱们多挖点土块 到时候在海面上建筑一个土地 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赶紧挖吧 挖的越多越好 我们已经挖了很多了 直接这样 从海底叠土块上去吧 要不然没法在海面上弄土地的 僵尸怎么都过来了 完了 没氧气了 过去吸点气泡吧 哇哦 我们怎么把这么多僵尸 全部都引过来了呀 这可不好办了 还是继续把这里给叠上去吧 我靠 这些僵尸 怎么都追到海面上了 太可怕了 过去过去 都去攻击小鸡了 海太惨了吧 应该会被干掉了 我倒是安全了 因为它们不敢上来 一上来就会被太阳给烧死了 我们还是帮它一下吧 尽快把这些僵尸给解决掉 海里掉了好多腐肉啊 关键时刻可以添一下肚子 小鸡厉害啊 竟然把那么多僵尸给解决掉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